桌子上有刀痕 说明发生过打斗 小伙计 见过他吗 见过 见过 他来过是吧 是 听说了吧 昨天有个大官啊 叫这探险大道黎徐给杀了 这蜀中六恶 个个都是杀人戎麻的将阳大道 听说杀完人还留了名字 简直不把咱们这开封府放在严厉啊 是啊 这 小二 李许当时坐在这儿吧 对 客官您怎么知道 当时这里发生了打斗 是不是 是啊 三元赌坊来了几个人 说找这李许 打了一架 干我半天生意 哎呀这李许啊 真不会是数中六恶 一定是武功高强 十个人都打不过他呀 一一敌百 这十个大案已经 行了行了 这李许啊 没你说的那么厉害 还没说了 当时李许的确坐在这里 桌子上有刀痕 说明发生过打斗 但以李许的身手 怎么可能击败对手轻易逃走 辣椒粉 啊 手轻易逃走 啊 我知道了 没事 离许想要逃跑 最快方法是穿过大堂或翻窗 为何客栈大堂这一侧 也出现了打动痕迹 除非是有人在这里 把快龙打飞出去 此人五宫不在我二哥哥之下 救命啊 你谁啊你 可松开啊 你就是离许 跟我走 这 这哪来的钥匙啊 你们开封府谁的武功最高 羽毛斩招啊 羽毛斩招 江湖传闻 羽毛斩招 剑法绝伦 侠干一胆 后入宫门开封府 鸡胸拿贼从不手软 我倒要见识下 你是不是江湖上说的那般厉害 我与你不说这种地方 老实人一不闹 还会面传手 你搅招他 你我们现在差点 你不是要衷吗 你是不是